你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宗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一提的整理新闻的分析 带大家了解到 这一期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再去关注的 一些议题 那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要去看门道 我们有Podcast频道 也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而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经费是来自于全民的支持 我们希望我们的朋友 可以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 包括透过捐款 所以在我们节目栏的说明的地方 也有这些所谓的捐款的资讯 欢迎大家来支持我们 这样跟他谈这个议题 其实跟很多人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听过一句话叫做住者有其屋 也就是他会强调住宅这件事情 是一个基本普遍的人权 可是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面 你要真的来去达到住者有其屋 其实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虽然历年来的政府都曾经提过一些打行的方案 或者是社会住宅 但是在以经济发展为前提 或者是纵容某种 在这个土地炒作或是建商的状况底下 使得这个住宅这件事情 它变得非常非常的不平等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跟大家就要邀请到的是 都市改革组织的秘书长彭杨凯 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 而今天这个单元 其实也是我们新的单元 就是叫做管件社运 我们要透过一系列的这个人物专访 组织的专访 来让大家了解到 在台湾事实上有许多的这个NGO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努力的在改变这个社会 我们就来邀请彭杨凯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一起讨论 杨凯你好 关老师 然后各位那个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都市改革组织秘书长彭杨凯 OK那我想杨凯 其实在过去也上过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包括像崔妈妈基金会的朋友 也都上我们节目来谈 这个有关于社会住宅 或者是有关于台湾房价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是一个新的单元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除了了解现况 这个所谓的食物的现况 政策的现况 社运的现况之外 也会想要多听到台湾的社运团体的 整个发展的历史 以及在这个努力的过程当中 可能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所以我想先请杨凯给我们介绍 这个AURUS这样一个组织 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当时的成立是跟这个无可蝸牛运动 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好的那个AURUS的成立 的确是脱胎于1989年的无可蝸牛运动 主要是当时候大概 这个运动的一个核心工作成员里面 有一批是搞建筑规划 景观的这些空间专业者 然后他们在这个运动的结束之后 就开始在思考说 应不应该组成一个 以这样的专业者为组成 可是他关注的是一个都市环境 跟空间正义议题的一个组织 大概经过一些筹备 我们的正式成立是在 1992年AURUS正式成立 所以到今年也快要30年了 大概是一个背景是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大概是说 AURUS也是因为这样一个组成的背景 大概我们应该是算台湾最早 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 就基本上长期比较是关注的 就是包括土地啊都市啊或住宅 这样以这样的政策为主题的 一个倡议型的一个NGO团体 这样的一个一路走来30年 其实这30年来在台湾社会 应该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也许可以请杨海我们分享一下 这30年前跟30年后 整个台湾的住宅环境 或者是这种所谓的都市的环境 跟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差异 有什么样的不同 而在30年前的诉求又是什么呢 我先从30年前89年 这个无可关流运动讲 因为它是接在前一波 大概是从民国76年开始 有一波台湾的房价的快速飙涨 那时候的因素大概主要是跟台湾的股市 大量的热钱等等有关 然后所以就是有大概就在两年 两三年内我们的台湾房价 在飙涨了两到三倍 但是一个这样的快速的一个飙涨的过程中 那当年当然就是有一些朋友组织起来 所以形成了一个叫无可关流的运动的抗议 那当年诉求的主轴 基本上其实是 这个词大家听过 就叫做住者有其物 所以当年的基本想法是说 居住是一个国民应有的权利 国家应该来保障或是协助人民实现 而且是一个永有住宅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当年这个想法 当然其实我们现在来看 现在我们的看法 当然有一些不一样 但当年想法是一个住者有其物的 一个这样的想法 然后在这个想法下 实际上坦白讲 我们自己当然后背的观察是 当年这个运动 当然它有一些 有一定的声势跟社会影响力 可是实际上它对整个台湾住宅的政策 并没有形成一些比较实质性的改变 一个是政策方向 一个也没有落实到有相关的一些法令 跟制度的出台 大概是没有 唯一有改变的是 第一个事情是因为在无可关流运动之后 就当时候的行政院长叫郝伯春 他就是再次推出国民住宅政策 包括现在大家知道的 为什么淡海新市镇会被开发 当时候是基于这个理由 所以要开发更多便宜的住宅 给民众来逼住 那第二个的影响 其实到现在都有 当时候政府对应这个诉求的想法 说因为你们要住者有其物 怎么办呢 房子很贵怎么办呢 政府借钱给你买 所以台湾的所谓的政府的那种叫做 购屋的贷款的补助的政策 基本上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一直延续到现在 就是说我借钱给你买 把银行你可以过去可能只有还10年20年 我现在可以让你还到30年 那中间可能政府有些利息的 大概是这是第一个阶段是这样 那在这个阶段上 当然我觉得中间是因为整个台湾又历经了 后来有一波的这个房地产的不景气 特别有一波的房地产 大概是在80年左右就有一波的房地产 不景气 那一直一直大概一直延续到2003年 2003年吧 对那时候又有SARS 又有一波的房地产不景气 那实际上整个新的一波的房价的飙涨 大概是从2008到09开始 又一路有一波新的一个房地产的飙涨 一直到现在 大概这个大概是这样子 那样我们我们目前在做的 大概基本上比较是从2010年又开始 重新把我们过去的住宅政策议题 重新的去做盘点梳理 大概就已经这个阶段我们提出了 大概基本上最大的想法是说 我们再也不以住者有 就拥有有其屋作为一个最重要目标 我们现在基本上想法比较像是 住者是其屋合适的事 所以说你并不是每一个 所以不一定是拥有它 有可能只是暂时的去租的方式 租的方式都可以 这大概我目前想在谈的部分 大概是这样子 刚刚有谈到这个无可关流运动 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个 在台湾是个非常非常大的震撼 这个数万人在夜宿在忠孝东路上头 这个其实我相信稍微资深一点 台湾人大概都是记忆犹新 那当时也是这个引起了大家 哇好像有很大的改变 但是后来听到你这种想法才发现 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在政策上面的做法 那第一个你刚刚讲到是一个国宅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事实上国宅以前就有了 那但是好像又要再新建国宅 那第一个我想从这里再延续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国宅 它其实就不是跟现在的社会住宅的概念有什么不同 那但是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国宅 其实现在大家讲说老旧国宅老旧国宅 好像这些国宅又大家会觉得说 好像这个相对之下可能这个社会阶级比较低 或者是他可能比较买不起房子 他就住在那边 那当然他会也是很多的问题跟想象 第二刚刚谈到是政府就是用贷款的方式 也许包括所谓的首次的购物贷款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不同背景的人会有低率贷款 可是这个似乎也不是在解决问题 就是你还是给这个建商拿走 你房价没有改变 你贷款就是政府先把钱借给你 或者利息比较低给你 可是你还是要还钱 那个房价还是很高 那这个看起来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实质上面的意义 不是吗 是所以我说我的看法是说在 就是至少前一波的那个的无可挂的运动 对实质上我觉得 对于他想要对抗的这个问题 或者是对于当原来既有的住宅政策 并没有产生比较大的一个方向上 乃至于制度上的改变 那老师刚刚提的第一个问题 国民住宅的条例 其实我们是在1964年订定的 就1964年 那时候是因应了这个石油危机 也是一波房地产的问题 是在这出现的 那这个政策基本跟我们现在最近在谈的社会住宅 最大的不同 简单我用简单比喻说 前面那个政策是政府盖房子 然后便宜的卖给你 那现在的社会住宅是 基本上是以政府为主 政府来提供住宅 可是它不是卖给你 是用一种你可以负担的租金 租给你 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逻辑 这基本上根本上是一个这样的逻辑 那这个政 我先讲一下说国宅这个政策 为什么后来失败或推不下去 我觉得它基本上有一个比较 结构性的问题 第一个结构性问题是说 政府的供给的能量相较于市场 例如我们过去大概做个数据 大概简单数据是这样 我们的国宅政策大概从1975年 就民国64年 大概我们这国宅政策一直到了2000年 大概基本上就不再盖了 大概是这样的二十几年 快三十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政府总共盖了多少住宅 简单说就是说 我们政府盖的住宅 占整个市场攻击的住宅 大概百分之四左右 百分之四左右 所以它背后一个最根本结构性的问题是 你如何透过一个百分之四的攻击量 去改变这个市场的结构 包括引导那个价格合理化 你不能 你不可能改变 比例很低 我跟你讲 跟老师报道是说 全世界用政府盖房子 基本上唯一成功的例子只有新加坡 除了新加坡这样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用这个方式能成功 或者是非常多国家 基本上根本不用这个方式 那为什么新加坡成功 新加坡成功 我最后用数据跟老师报道就可以 新加坡这个国家 有百分之八十的住宅 都是由国家攻击 建商只是做其他的百分之二十 就是豪宅 简单讲 就豪宅建商盖 然后百分之八十以下 全部的是政府盖 所以透过一个政府这样攻击的时候 事实上它就是变成 是这个住宅价格市场 最有影响力的人 就政府说要卖多少 基本上就是等于多数的房子 就维持这样的一个流程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就是注定了台湾的国宅政策 是不会成功的 除非你能够做到像新加坡这样 比例要当像新加坡那个样子 就是你要能够在市场上攻击 占非常大的主导量 或一定的比例才会有效 那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一直不能解决 最大问题是 因为过去我们国宅的攻击是不足的 所以它就变成我们的开玩笑叫做乐透国宅 是以前 我不知道老师不知道 现在年纪不知道 当年国宅是以前我们一个中华体育馆 那种上万人打篮球 后来古代 以前那个国宅抽签是一万人 付款满满的 但是要抽国宅 OK 为什么呢 因为简单讲 政府是用一个低于市场价格 可能百分之二十 甚至更多的价格卖给你 你给到之后 你马上其实就现赚了几百万 而且那房子你就可以马上拿去卖了 其实你经过转手 所以现在国宅最大的问题是 政府用一个补贴的政策提供住宅 可是它提供给你之后 它就又变成市场的商品 进入商品的地方就可以做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 现在最有名七号公园旁边 有一个叫做大安国宅 大安国宅 对 当年一瓶大概十万块 不到十万块 大安国宅现在一瓶将近百万 而且它中间的国宅 已经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转了几手了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国宅政策 它基本上比较无效的原因之一 大概是这样 OK所以其实国宅跟这样的一个社会住宅 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个的不同就是在于说 它国宅是盖起来 政府去盖 然后再用低价卖给民众 那但是社会住宅一个非常重要是 我们不是一个拥有这样的一个住宅的所有权 而是去有租用权 或者是它的使用权 那当然这个就会变成是在 我不会就打破那种传统上面华人的 有土私有财或者是你必须要安居有房子 你才有很乐业的这种在文化上面的想象 或者是一种所谓的期待 回到一个更现实 就是你的安居就是在这个住宅当中 你就可以住下来 可是在这几年 其实也不断的很多的人在提出社会住宅 社会住宅 可是在台湾社会住宅的提出 大概就会跟弊案就会被联想在一起 或者是他可能就会觉得说 社会住宅会不会只是一些影响到其他的房价等等 或者是又觉得社会住宅 好像我们的这个居住的使用的期限也是很短 那未来我们还是要去买房子 似乎这个社会住宅 我不晓得现在实际的实行的状况是什么 它是不是也有一些在观念上面 一些迷思必须要澄清的地方呢 是 我觉得最需要理清的部分 因为像我自己本身应该也是 台湾大概最早 大概也是最主要在倡议社会住宅的团队 那我一直我们觉得现在 我觉得社会住宅现在有一个有几个迷思 第一个层次的迷思是 说我们面对的住宅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简单跟老师说明 大概说如果用个比较简单的说法 我们现在面对问题大概有三个层面的 第一个是我们的购物市场出了问题 买到这个市场 从过去的资讯不透明 我们的税制不合理 导致非常多人可以去困 买很多有钱买很多房子 然后空置投机炒作等等 第二个我们很严重的问题 是我们的租屋市场是一个黑市 结构不健全的 所以就是我们台湾的租 就是台湾民众比较 没有办法像国外说 我们有一个比较相对于健康 合理的租屋市场 像国外有非常多人是为什么 他们的住宅自由率没有那么高 相对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健全稳定的租屋市场 有些人并不是因为他没有钱买房子 他觉得不需要买房子 他就是一个稳定的这样的租房子这样的体系来 第三个才是社会住宅 所以在社会住宅在这个网络概念下 在基本上至少在全世界的主流的住宅这个架构里面 它比较类似是一个住宅安全网的角度 他意思是说在市场 在购物市场 在租屋市场都还接不住的人 我们这个时候国家都比较是基于居住权的保障上 我要提供一些居住的协助 那回到老师刚刚提问 我觉得现在台湾在提这个最大的第一个关键 就是说例如非常多人讲说 盖社会住宅不能解决高房价问题 没错 因为从政策角度 社会住宅本来就不是主要不是 来解决高房价的问题 可是我们现在的民进党政府 就是每天年轻人跟他抱怨高房价等等 所以他蔡英文就跟他讲是 要盖社会住宅 就有点答非所问 就是民众倡议高房价 而且是某种让大家往那个方向 以为就是解决问题 但其实并没有 所以我是觉得 所以应该是说 现在目前的社会住宅 我们背负了太多 不是社会住宅可以处理的住宅问题 这是一个解决 例如像说我们的租屋市场 有黑市很大的问题 这个政府盖社会住宅也没有办法解决 你要去改革你的租屋市场的问题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第三个面对到 第二个主要的迷思是 因为台湾从来没有盖社会住宅的经验 坦白讲 国外盖社会住宅欧路都超过100年了 那比较主流的国家 基本都是在上个世纪二战后 1950年大量新建 那我意思说现在全世界 所谓我也是看一下 大概我大概用了指标 大概所谓人均GDP过2万美人的国家 现在还每天抢说 我现在要努力盖社会住宅 大概我们是唯一一个 基本上是人家都做了 都已经做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做法是这样 就是说全世界他们基本上 特别像你看美国或欧路 或乃至于我们亚洲的 过去的香港 过去的日本 基本上他们大量生产 新建社会住宅的时候 事实上是刚好叠在上个世纪的 所谓的战后婴儿潮 跟人口快速增长 都市快速过昌的时代 所以我们台湾有一个 我们因为我们历史上错过 我们现在一个非常尴尬的部分 一方面我们又需要社会住宅 可是我们台湾又面对到了 所谓的高龄少子化 然后我们的都市可发展的用地 基本上都已经该都被用得差不多了 因为过去政府没有好的土地 所以现在土地的取得非常困难 那第三个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现在国家的财政已经不行了 这其实是个最大忙碍 我刚刚讲过欧美或亚洲 这几个国家在镇头盖 那时候是刚好 全球刚好是一个福利国家的模型当道 所以那时候基本上 那时候整体的经济成长势头都好 事实上那时候那么多欧美 乃至于亚洲国家 他那时候政府财政是能够去支持 补贴这个大量的行建 那现在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是 因为我们太晚做了 我们现在做的 简单讲我们现在做的成本 比以前都要贵多少 土地取得困难成本更贵 可是我们现在政府的财政 事实上完全比不上 所以我就觉得 所以我们现在面对一个就是非常 所以这个东西又延伸到一个 因为我们财政不行 所以我们盖出来的社会住宅 租金又要租的比较贵 所以很多人在骂 其实它其实是变成 是一个这样的结构被绑住 所以它背后 事实上可能有一个时机的问题 有一个结构的问题 有一个观念的问题 有一个现实财政的问题 但是它还是要回到命的一个 我说即使不是住者有其物 但是住者总得有其住吧 那到底要怎么样有其住 有什么样的方法 社会住宅可能是一种方式 还有其他的可能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过头来再来请教杨凯 另外就AWS不只在提出 所谓的社会住宅 其实也最近这几年 也谈出了一个叫共居的概念 那共居的概念到底指的是什么 共居也是一个解决 台湾这种所谓的住宅政策的问题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台北市公告地价调涨 颇及了不少地上权的住户 在台北市一处国有地的地上权 住宅开发案即将要交呼 但住户每年需要缴交的地租 是公告地价的百分之三点五 但是现在公告地价如今已经涨了 百分之五十 让租金暴涨 也让住户的负担更加沉重 为在台北市文山区精华地段的一处 国有地的住宅开发案 即将于今年六月交屋 由于这是地上权住宅 住户们拥有七十年的房屋使用权 但每年需要缴交地租 金额以公告地价的百分之三点五来计算 现在台北市公告地价涨了百分之五十 让他们还没搬进去就大喊吃不消 最不合理的地方我自己觉得是地租的 没有没有一个天花板射线 就是我们的value会一直降 然后降到零 然后但是你看到到最后一年的时候 变成我的房子都要还人家了 问题是我的我的税 我的我的地租可能是缴最高的 与所有权相比较 购买地上权住宅的住户们 一样要缴交房屋税 虽然以市价六成 购买到房屋使用权 而且也不用缴地价税 但是必须每年支付地租 而地租的金额是公告地价的百分之三点五 远高于所有权住户的自用税率百分之零点二 举例来说地价一平一百万的自用房屋 每年要缴地价税两千元 但地上权住户就得缴交三万五千元 若是每三年调涨 数字将十分可观 而且七十年后无权使用房屋 等于一无所有 因为现阶段来说的话 公告地价连年去做一个调整 所以其实在连年调整的一个状况之下 地租可能会有未来 就是现在负得起 未来负担不起的一个状况 财政局强调未来台北市不会推出地上权住宅开发案 而房中业者呼吁 想要购买地上权住宅的民众要警打细算 不要只想到低房价的甜头 而成了政策受灾户 记者共产业朋友组台北报道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 管总想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运营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的经费来自于全民的捐款支持 透过民众的支持 我们才能够保有媒体真正的独立 那也可以让我们做更多更好的这个专题报道跟讨论 欢迎大家来捐款支持我们相关的捐款资讯 就在我们节目说明栏的地方 你可以透过或者是扫描我们节目上面的QR Code 都可以来捐款支持我们的这个运作 今天在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都市改革组织的秘书长 彭杨凯 杨凯你好 管老师 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谢谢杨凯来跟我们分享 在AOS在最近这几年的努力 那也来跟我们谈到这个在台湾的社会住宅政策 有一些迷失 但是也是一个解决台湾社会住宅政策的方法之一 可是你刚刚提到了 其实有很多结构性条件的限制 或者是一些观念上面的迷失 或者是在甚至包括政治人物 作为一种转移焦点的这一种 回避责任转移焦点的一些做法 但是我们毕竟还是要面对的是 这个住宅政策的问题 那虽然看起来我们的时间已经比较晚了 那社会住宅政策还会是一个方式吗 或者是其他国家 我们知道像荷兰或是一些欧洲国家 他们其实社会住宅政策 也是这种有目共睹 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这会是我们可以参考的一句 或者是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呢 分两个层次来看 第一个层次是说 我觉得我们台湾社会住宅要持续的推动 可是不能只有社会住宅 那我们20大概这些年的倡议主张 其实我们的讲法都是三管齐下 我们除了要政府做社会住宅之外 我们在倡议一些住宅 购物市场的改革 像说最近有这几年 已经有些制度的改革出现 像说大家应该有听过 实价登陆这个制度 就是资讯透明化的制度 包括房地合一税的制度 就是短期买卖炒作会税比较重 这两个已经实施 那我们现在正在努力推的 就是类似白话讲叫囤房税 最近也在很热议 就是说你买很多间房子 又空置要给你更高的自由税 这个部分我们要努力 那第二个努力就是 我们现在也在积极推动 税部政府说 你要针对租屋市场做改革 简单讲租屋市场改革 一个是让我们租屋市场健全化 因为健全化背后就会涉及到 它非常多租屋的品质 安全跟稳定性 像说这次高雄 城中重等个大股 基本上的弱势都是租屋的部分 所以这个事情也一定要做一个 好的改进的解决的部分 那第三个刚刚讲过 就是回答老师上问的社会住宅要持续来推动 那只是说我们这个推动的方式上 你可能可以想想 有没有更多元有效的方式 像老师特别提荷兰 荷兰是全世界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做法 简单讲荷兰这个国家 有百分之三十的社会住宅 百分之三十的房子是社会住宅 那他们的首都阿姆斯特干 大概百分之四十五以上的房子 是社会住宅 几乎这让我们觉得非常难想象 可是更特别的是 他们的社会住宅 绝大多数都不是政府盖的 它是由民间的住宅法人来盖 简单民间来兴建社会住宅 这是一种做法 那我再举个例子 像说纽约 纽约大概 纽约现在它的社会住宅里面 有一个部分是早期政府盖的 可是大概他们从1990年之后开始 他们最主要的社会住宅的提供 其实是开发商 大家想象开发商怎么能提供呢 因为在他们的法定里面 就是简单讲 你开发商你要去开发的时候 我会给你一些融机的奖励 可是你相对应要提供 他们美国叫做 可负担住 所以我要求你要提供 这样的一个住宅来去 就克责与开发者有一些责任 就他必须要负担公共义务 因为你取得了融机 你取得了这个土地的使用等等 你要有公共义务 台湾最离谱就是我们建商的什么融机 大家都白拿白送 他不需要做土地训断 所以说我一直说 事实上非常多国家有 包括像说我们邻近的韩国 韩国甚至在他们的都更 就是类似我们台湾都更条例里面 直接明定了 一定规模以上的都市更新 一定要提供多少比例的楼地板面积 作为社会住宅 这根本就一定 所以我一直说社会住宅应该继续做 可是他当然有多种的可能性 刚刚讲政府盖 你也可以鼓励民间盖 甚至你可以透过一些都市规划 或都市开发的手段 来让开发商提供 我就觉得我们接下来其实要多想一想 我们要怎么样更有效率的 来去增加我们社会住宅的部分 总体上我们认为是三管齐下 不能说每天只是讲说我要盖社会住宅 我们讲过它不能够 它是必要的 它不能够解决所有的住宅问题 那刚刚讲过购物市场 它整个租屋市场这个结构 一定要做更多的改革才行 这大概是基本的看法 对 其实它有很 就是很根本就是市场上面 到底要怎么去调节 就是如果你今天只是在于 有利于建商 有利于财团 有利于这个土地本来的这些拥有者 那这个市场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倾斜 这个倾斜当然 这些相对之下需要住的人 或者是需要购物的人 它就变成是一个弱势 而国家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中间 它面临到这种强势跟弱势的差别的时候 它要怎么去做调节 或者是它怎么样让这些强者 去负担更多的公共医务 它才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当然就是要回到那个国家政策 到底它自己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也就是它到底要向右倾斜 还是要向左倾斜 这个是你必须要去做出一个很必然的 这样的一个明确的这种做法 当然除了社会住宅之外 其实你们最近这几年也提到所谓的共生的概念 共区的概念 也提到像所谓合作住宅 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 这个观念跟社会住宅有什么不同吗 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概念 简单讲我们最近在谈了一个概念 叫做合作住宅 英文叫core housing 我们最近也刚好出了一本书 对 合作住宅它基本上简单讲 它比较强调的就是说 是由一群民众 你们自己组织起来 自己来盖自己的房子 用简单的画 简单讲就是说 你再也没有传统上所谓开发商这个角色 或开发商的角色被压得比较低 这个跟那个所谓自办都根有什么不一样 这样听起来好像自办都根也是我们这一群人 然后我们要来改建我们的房子 可是它最大不同 合作出来最大不同是 它要先有人 而且他们的关系是 他们在一起的关系是 他们基于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跟理念 是基于我们有些共识 我们愿意住在一起这样的理念 那我觉得它跟我们台湾习以为常住宅最大的不同 简单用个比喻是说 我们台湾的住宅模式先有房子才有人 就是说你们之所以会变成社区邻居 只是你们跟同一个建商买房子 你们住邻居之间没有任何的共识想法 可是合作出来基本上是先有人 先组成这样的 network 我们再来想办法把我们的房子生产出来 这是一个 所以这跟都根也不同 都根现在观念是 因为你们现在只是刚好你们这些所有权人被绑在同一个产权基地里面 你们每一个所有权人 其实你们也没有任何的共识跟想法 所以我们都根是非常难去推动这个事情 那第二个事情应该我跟老师解释一下 或跟线上观众解释一下 我们在推住宅政策 为什么我们觉得说我们之前在推社会住宅 我们也在推市场的改革 可是为什么我们要提合作住宅 对我们而言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认为应该把合作住宅 当成是我们住宅政策一种第三条 可以去思考发展的方向 简单的说 过去我们的住宅政策的想象和想法 基本上是2元 一元就是靠市场 对不对 靠市场建商 不管是你去市场租或买 第二种是靠国家 就是政府来盖社会住宅 或是政府要发大量的补贴 可是第三种 事实上我们在谈是说 有没有靠公民社会 自己来组织起来 去做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我们会这样谈 当然也是看到国外的发展的经验 特别在上个世纪 大概1970年代之后 事实上到欧陆 包括像日本还有韩国 都陆陆续都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出现 就是说除了传统上由市场攻击住宅 还有传统上由国家来去攻击住宅之外 有出现第三种攻击住宅的一种可能性 就透过一个合作住宅这个想法 那为什么我们在台湾特别谈那个事情呢 我坦白讲是有一部分是我自己 自己其实大概将近十来年的 住宅政策参与 倡议的一些反省 简单的说 有一块我们认为 我们当然认为住宅的市场 包括购物市场 租屋市场要改革 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政府 面对这种既得的房地产 这个结构里面 我觉得我们 我们对于它的改革的成功 简单讲说 大家觉得台湾的房价合理化 这件事情 哪一天才会实现 大家觉得遥遥无奇 这件事情 简单讲说 靠市场的变革 这个事情是很难预料的 第二个事情是 我说我们政府来盖社会住宅 或政府来 发更多的补贴来租房子 可是我刚讲过 我们政府的财政量能也有限 所以也不可能期待 我坦白讲 我们根本不用期待 我们台湾的社会住宅发展 可以到欧陆的水准 根本连这个 我跟你讲 连韩国日本的水准都赶不上 就是我们数量差太多了 举例 蔡英文政府讲 她如果20万户的社会住宅 我假设她都实现了 她整个占我们台湾的住宅的总存量的2% 本来比例也是很低 OECD的国家 OECD的国家平均都10%以上 我们近零的日本韩国都超过6% 事实上我觉得我们还有非常大的差距 所以我意思说 我们有没有可能除了靠市场 跟靠国家之外 也发展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有一些人觉得说 那干脆我们应该发展 让民众可以自我组织 来去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觉得合作住宅 特别像 我们这本书的合作住宅 是我们翻译的一本书 可是它的英文书名非常有意思 它就 他其实除了讲housing之外 它后面讲inclusive是共融 或者我们讲包容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们谈这个概念 我是觉得现在还有一个趋势 简单讲是说 全世界都面对这个问题 就是说 随着这个高龄少子社会结构的改变 这个居住需求的形态 会出现的不一样 例如说 我们那种战后婴儿潮的退休 他们又很健康 他们怎么样去安排他们的未来 可能还有二三十年这个生活 所以国外有一批合作住宅 也很重要一个力量是 非常多人喜欢搞引法共住 就一群好处 新营共住或是引法共住 那另外是像说国外 其实大家也知道 另外一个趋势 全世界都一样 台湾一样 就是单身化 单身化有各种可能性 不婚 离婚或等等 那事实上因为这种 因为他们已经传统 那种以血缘为主的 这种支持体系越来越松散 那可是他们又要面对 这种社会的疏离跟孤独化 事实上他们就发展一种 不以血缘为基 互相住在一起的 这样的社会网络 所以像国外有非常多 所谓的像局就很多 特别是性别 像非常多女性 已经非常多案件 女性 特别是熟灵的女性 他们事实上就 等一下一群闺蜜 住在一起 他们来去住 甚至我也觉得 还有些非常特殊 像国外有针对像LGBT 这样的群体 他们也是基于这样 他们有些 特别是也是一样 就是他们也 因为他们的 他们也是会考虑到 非常多没有子女 对不对 等等的问题 所以他们会 选择去做共住的 那另外当然 也非常多的是 基于一些 共同的价值理念 例如 最具代表现的是 全世界公认 第一个合作住宅的案例 是1972年 在丹麦 他们是什么组成 他是有50个家庭 那个家庭是基于 共同教养 子女的理念 他们就是 像我一种新的教育形态 例如像台湾 现在有非常多 什么共学团 这样子 等等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它其实是一种 非常多元化的 就是 我的意思是说 可是我们现在问的是说 现在传统上 用市场 特别建商 这种大批量生产 我根本不知道 使用者是谁 反正我就 生产这样 事实上它 对于有些人而言 它不是除了 它需要一个房子之外 事实上是 它的居住上 它觉得这个房子的 它这种居住需求 不是能够透过市场 这个方式 它还需要一种 社会支持 社会关系 互助的这样的一种 心理上面 或是在生活上面的需要 还有很多是 公共设施的安排 都不是 所以说 也就是这两种力量 会让说 大概从1970年代之后 这样的一种 合作住宅类型 事实上在欧洲 乃至于美洲 开始被蓬勃的发展 这个状况 事实上 因为我自己住在乡村里面 我们会看到 有一些可能 跟这有点类似的情况 例如说 有些老师 他们其实会一起买地 然后买地 他们就共同的去盖房子 然后他们可能会有 自己的这个 小的这个花园 或者是小的 这种农作的种植 然后有相互协力 那或者说 我们再看到社区里面 就所谓老老互住 那本来就住在一起的 然后甚至也有人会觉得说 那我们是不是要 一起来盖房 那的确我看到 有这种讨论 不过我也看到说 我会问同学说 那这个所谓的互住 所谓的合作 或者是所谓的共居 共住 而且有轻盈共居 那你们会愿意吗 但我发现很多同学 说我才不要跟老人住 我才觉得太麻烦了 好 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 其实是蛮好的 可是在台湾 要怎么去推动 或者是说 当他要开始住的时候 其实每个地方 都有他不同的文化 或者是他不同的群体 他可能会有一些 在文化上面的限制 或是生活习惯的限制 这个会不会使得 他其实最后长得 还是一个很小众 对于所谓的住宅的政策 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了 我应该讲说 他做一个政策上 他本来就是 我一直讲 他是个第三种选择 我们一直强调 是一种选择 我的讲法是说 台湾我们的住宅政策 应该让民众有选择 我们现在最大的选择就是 我们没有任何其他选择 就是逼着大家去买房子 可又买不下 买不起 这才最大痛 为什么 因为我们租屋市场非常糟糕 所以我们租屋 基本上根本不能当做一个好的选择 那我们意思说 我们应该创造一种这样的 一种选择的机制 那第二个事情是 这种合作住宅 它里面有一个 我们大概基本上 觉得它一个组成 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概念是 刚讲过 它一定要先有人 而且它是人强调 应该是讲 叫做intentional community 叫意向型社群 所以可是我意思说 它基本上就是说 你这一群人结合在一起 一定会提出一个 你们共同想要居住在一起的 一个一种是共同的需求 或者是你们要实现的想法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所有这个群体里面 可以这样的一个模式 可以组成的一个 最重要的方式 只是说这种 共同组成在一起的方式 它的确可以 它是多元的 所以概念上是这样 概念上 国外这个发展里面 应该说 它基本上一个社区 都不会像我们传统建商 干什么100 200 不是 这种不大的社区 可是它可以很多个 它是个很多个 很多个 像德国 像这样的社区 现在有上千个 就是这种 比较是意向型的 为组成的一个部分 它里面就有 各式各样很多元 例如刚刚讲过 它的组成类型很多元 有一些比较有主题性 有一些也是这种叫做 所谓的跨社群 跨年龄的也有 然后它的住宅建筑的样态很多 例如它有比较都市型的 都市型可能就我们想象一下是一种集合住宅 那它也很多是就是比较回归叫乡村 就是我们讲的是透天错群 这样的一个集合 而且它也有非常多方式是 你可以去盖 事实上可是它们像国外有非常多 特别都会区里面有非常多是 其实是既有的房子 它去活化利用就好了 事实上台湾有这种房子 也是有 所以它有各式各样的方向 可是我觉得它这里面 非常可贵的一个精神 就是这种机制里面 它其实调动了民间自己的量能 调动了自己的量能 就是说一方面 它们很清楚是说 它们不要去走传统的那种 建商模式 那这个除了是因为经济上 因为这种模式都一定是相对比较可固 可是基本是因为认同这种居住的人 基本上其实他们就是基本上就会反对 我们房子是拿来住的 不是拿来藏的 所以像合作住宅 它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全世界的共通 基本上都比较是去炒作 去炒作的性 我觉得这是还蛮重要 那我特别想在台湾谈其实这个事情 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跟台湾的民众 介绍一种居住的想象 原来可以这样住 一种居住的文化 我住有一种像居住文化 而且有一种居住的价值 很重要 就是说房子是回归来 是来去居住的 而且事实上你可以创造一种 非常好的居住的品质 例如像这种的住宅 通常都是可以做参与式设计 客制化 所以你需要怎么做 这怎么做 然后你又可以跟一些好朋友 或有一个很好的礼礼关系 而且它的价格又相对于可负担的 我们一直在想说 我们应该把这样的想象可能推出来 就作为一种选择 这在我们现在想要倡议的事情 那当然除了这个观念的推广倡议之外 因为奥尔斯是在做政策倡议的 事实上我们配合这个观念的时候 我们要提说如果国家要支持这样的发展里面 你应该有些怎么样对应的政策 例如欧陆的发展 一定是有对应的一些相关的法规政策跟机制 简单讲就是要把合作住宅也放在 我们台湾住宅政策里面的一环 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 我看其实在台湾最近也开始在推所的公民电厂 就是也是开始通过第三部门来做这种所的发电 那其实刚刚谈到这种所谓的互助的这种合作住宅 其实我知道有些宗教团体 他们其实也在做类似的事情 对他们其实也都开始有这种 就是有一些这样的观念 我们现在已经观念了台湾一些有兴趣的人都有在谈 只是大家都在努力中 就像宗教因素也是一群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共居的理由 当然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所谓的民间社会第三部门 就是在所谓国家跟市场之外的其他一种可能性 当然我们在这第三部门当中也会知道 有很多团体包括AUS都非常努力的在做倡议 但是也面临到很多自己可能在 我们在谈别的社会住宅 但是我们自己也经营运作 也会看到很多的问题 例如说透过书虽然在卖书 但是这个卖书的过程当时在做倡议 可以简单的告诉我们 你们在营运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些 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局限 或者是大家对于社运团体 NGO组织可能也都觉得 你们应该要出来冲冲冲 可是实际上它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 背后的支持 AUS因为我们的属性是比较是政策型参与 简单讲说我们也不是那么的冲撞取向 可是我们简单讲我们比较是一种议题跟专业导向的一种 认识取向 而且我们又不做直接服务 所以事实上我们在简单讲就组织发展 我们的牧场相对是比较辛苦的 例如跟我们一起来奋斗合作住宅的非常多的团体 因为他们比较是做第一线的服务 所以他们可能在牧场上相对 我觉得对我们第一个最大的挑战是 我们如何有效的来去维持一定的推动的量能 可是在财务上可持续着 这个对我们的难处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就是希望扩展更多的愿意来捐款给我们 可是因为我们这种的定位的取向 事实上相对于募款的部分上就比较不是 就比较难 困难 不这么难 我觉得我们很难写说还有很多可怜的故事 对 比较难用所谓的情感去做诉求 然后我们跟你讲就是说我们改了什么政策 修了什么法案 大家又觉得这个虽然很重要 可是大家很难 其内是无感的 你们推的东西在一般的短期 觉得重要 但是他不会有很切身的感受 很难 那第二个当然是说我们自己又希望不要太依赖政府 因为坦白讲我们是一个专业导向的团体 像早期里面事实上我们是有能力可以承接政府 非常多的规划研究的计划 可是我们又希望不要依赖这件事情 这当然我们希望提出一些倡议的主张是有效的 所以就我们而已 我们大概也许可以透过关老师这个频道来去 也是希望说如果有非常多人认同我们的主张 或者觉得应该来支持台湾的这个居住的政策的改革 特别如果你认为应该特别要关心一些年轻人 乃至于弱势的居住问题 我们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去捐款给Aurus 然后当然也可以买书 不过坦白讲我们当然财务上根本不是在靠书 我们书的部分是里面的推广 如果大家想多了解一下也欢迎来购买我们书 我们应该在28号之后就会在正式的 类似像伯克来或是一些一般的书店的通路 就会正式的会开始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购买我们的书 多了解一下我们现在谈的合作住宅的理念 我想各种不同的方式都是一种可以支持的方法 特别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强调 一直在讨论一个是公民社会 就是当然如果是一个比较配上社会主义的政府 当然国家的角色是很重要 可是就未必能够期待国家 即使他可能是一个左派执政 他也不知不觉地变成是右派 或某种政治上面的妥协 这个更大的力量就是你要什么样的一个国家 什么样的国家机器 跟你的公民社会到底有多强大 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公民社会的强大与否 他也绝对不会是一个个人 说我很厉害我很重我很关心社会而已 而是要一种组织 然后要有团体 要一些共同的倡议跟行动 那我想在这里我们也会陆陆续续跟大家介绍 不同的NGO组织社运团体 也希望大家能够透过我们的节目来了解他们 然后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成为这个进一步去支持的力量 今天非常谢谢杨凯给我们这样非常丰富的讯息 从台湾过去的历史的发展 Hours的发展 以及到目前台湾的国家的社会政策 住宅政策 到底面临到什么样的问题 让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这种情况 好谢谢你那下次希望下次有机会 再来请教杨凯相关的问题 谢谢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好也非常谢谢管老师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